第321章两团荧光 好在这大阵无人主持 否则录夜根本不用去世 有人主持和无人主持的大阵是两码事 有人主持的大阵变化很多 录夜只凭自己眼下的力量 根本没办法做出合适的调整 无人主持的大阵就不同了 没有变化 容易被针对 随着他的不断思维 大阵灵力的流淌似乎慢了一些 但这远远不够 灵力消耗不小 录夜赶紧取出一瓶稀果酒喝下 又往口中塞了几粒灵丹 持续补充着自身的灵力 时间慢慢流逝 大阵灵力的流淌逐渐变慢 这让一直在努力的录夜看到了破阵的希望 又过许久 大阵灵力流淌的速度不足之前的一半 到了这时 录夜明显感觉到了更大的阻力 手中的阵气仿佛变得重弱千军 有很明显的推动之力从阵气上传来 自身灵力消耗得越来越快了 哪怕陆夜不断服用着稀果酒 吃着灵丹 也有些补充不回来 咔嚓一声轻响传出 正苦苦之称的陆夜定眼看去 心头一凉 只因手中阵气上进出现了一道细小裂缝 他凭三十二感阵气之力 抑制大阵灵力的流淌 等于是在跟整个大阵对抗较劲 哪怕这大阵无人主持 可大阵本身的底蕴在此 大阵灵力流淌带来的冲击是很强大的 这才导致阵气有损 陆夜紧张起来 若是因为阵气的原因导致破阵失败 那就太可惜了 这阵气是自己打造出来的 不过材料是由白千提供 白千得了他赠予的洗浑水 提供的材料自然都是最好的 绕是如此此刻也有些撑不住了 咔嚓叉更多的裂缝出现 精心打造的阵气好似变成了一件陶瓷 随时都有破碎的可能 陆夜连忙加大了灵力的灌入 这个时候只能全力一搏 体内灵力就跟泄闸的洪水一样 迅速流逝 付出的努力终究有了回报 大阵流淌的灵力被迅速抑制 只几十息之后 灵力彻底凝制下来 陆夜仗红了脸 伸手在储物袋中一摸 抬手间 刺到流光飞了出去 刺剑灵气在半空中绕了一圈 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大阵节点所在的位置轰落 在攻击落下的同时 每件灵气上都闪过光芒 风锐灵魂加持 陆夜的眸子盯着攻击落处 一颗心提了起来 连呼吸都忘记了 短暂的僵持 紧接着翠响声传出 四箭玉气攻击之处 密密麻麻的裂缝出现 迅速朝四周蔓延 哗啦一声 仿佛巨大的镜面被打碎 整个防护大阵轰然破碎 一同破碎的 还有陆夜的三十二感阵旗 才打造出来半月时间的阵旗 在这一次考验中化作碎片 就连陆夜本身 也因为大阵破除刹那灵力的冲击 倒飞出去 重重摔落在地上 仓促起身 陆夜大口喘气 苍白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心然 他凭一己之力破了一座防护大阵 不是之前那些很容易被针对的手段 而是真真正正地破了 虽说这座大阵无人主持 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破阵的难度 但他真要去攻占万魔岭势力的驻地 也不必这样费心费力地破除一整个大阵 自今日起 灵溪战场上万魔岭势力驻地的大阵 再也休想阻拦他的步伐 不知万魔岭那边知道此事之后 会有何感想 只希望到时候人没事 震旗破碎是小事 回头再冲控打造一套就行 让陆夜稍感难受的是 他此刻近忽悠近灯枯 而且时间应该所剩不多了 可能没办法再通过下一次考验 满足了 陆夜盘西坐了下来 既然没办法再通过下一次考验 索性不管他了 趁着机会好好休息一下 只是让陆夜感到意外的是 那防护大阵被破除之后 竟没有第二道考验 以前每通过一次考验 紧接着就会有下一次 根本不给他半点喘息之机 这一次却不知是为什么 就在陆夜一身一鬼的时候 一团巴掌大小的荧光忽然飘落到他眼前 那荧光虽然不比之前的大 可色泽却浓郁得多 可以想象 这荧光中蕴藏的好处必然是极为庞大的 自己通过33层的考验了 陆夜危证 这才明白33层的考验 只有那一座防护大阵 没有别的 这倒是个意外之喜 而且这么看来 自己之前的猜想是对的 摆阵塔赐下的奖励 跟自己进入此塔时候 震到初始的水准有关系 因为自己进来的时候水准不算多高 所以在33层中 哪怕只通过一次考验 得到的奖励也极为丰厚 又一团荧光飘落下来 这一团荧光的色泽倒是不浓郁 可却足足有脸盆大小 陆夜的表情逐渐凝重 这么一大团荧光 前所未见 这东西若是一下子印入脑海 怕不是要死人 而且通过33层的考验 居然会有两团荧光飘落下来 这与之前的情况可不一样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那脸盆大小的荧光飘落在地 然后散开 叮叮当当 有东西散落一地 那荧光跟之前的奖励不同 并非蕴含了庞大的震道知识 而是包裹了一些东西 陆夜定眼看去 见到了一杆杆漆黑的震旗 绿意查探 不多不少 正好32杆 这也是摆震塔赐下的好处 陆夜有些诧异 他从未听说 闯摆震塔居然还能从中得到震旗的 所有钱来闯摆震塔的震修 能得到的好处都是对自身震道有弊意的无形之物 赐下震旗这种事闻所未闻 但这正是陆夜眼前所需要的 他原本还打算等出去了 再去天眼宗的断兵房花点时间重新打造一套基础震旗 他之前已经打造出一套了 再打造的话用不了那么长时间 而且会打造得更好 眼下有了摆震塔的奖励 倒是省了一些麻烦 没去查探这些震旗 基础震旗一套就是32杆 通过震旗间不同的组合勾连 足以满足灵溪近乃至云和近步阵破阵的需求 这些震旗一看便非同反响 回头有空了再仔细研究不迟 收好这些震旗 陆夜这才抬手朝面前的荧光抓去 哪怕体验过三十多次 哪怕他现在的神魂比起刚进摆震塔的时候又坚韧许多 可体验始终那么糟糕 摆震塔外 摒弃宁神等待着的修士们感知到了那独特的震动 感受到了摆震塔共鸣对自身的启迪 欢呼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他们在这里见证了一个奇迹的诞生 见证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历史 虽然一直都不知闯塔之人的身份 但这里是天眼宗 他们是震修 于有荣烟 于笑与白千相识一言 皆都长呼一口气 终于结束了 两人在这里提心吊胆了半个月 终于再不用受那种内心折磨的煎熬 最震惊陆夜的本事 但心中多少还是有些富费的 臭小子这么能折腾 有本事再继续折腾下去 天眼宗的摆镇塔拢共就33层 想折腾都没地方给你折腾了 话虽如此 可两人心中还是羡慕万分 毕血宗收了个好弟子啊 有弟子如斯 日后还怕宗门不兴盛吗 而且那小子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震修 他修行震道的目的傻子都能看出来 如果让他一直在震修这条路上 专心的走下去 也不知会走到什么样的高度 以后万魔岭的日子怕是不会好过了 别的不说 整个灵溪战场必有巨变 这让于笑微微有些恍惚 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些往事 那个年代 似乎也是毕血宗的一个弟子 引领了九州的潮流 那一感红底惊艳其所过之处 万魔岭无不退避三舍 那个年代的毕血宗 如日中天 往日的格局和辉黄南道又要重现 于笑只庆幸一点 上次毕血宗唐老过来的时候 他暗地里与唐老缔结了蒙宗之气 山谷中的欢呼声渐渐平息 震修们开始借助摆镇塔的共鸣感悟震道精髓 不是震修的修事则翘首以盼 朝摆镇塔的方向望去 都想知道这次床塔之人的真面目 哭等数个时辰 摆镇塔塔底的大门被推开 一道身影从中走出 很多人不认识那从摆镇塔走出来的少年 但也有一些人认出了他的身份 微感愕然 却又觉得在情理之中 本以为已经死去的赵立东还活着 没道理这位毕血宗陆一夜死了 陆叶没想到这原本情景的山谷中 精进汇聚了这么多人 甚至就连于笑和白千等人都等候在此 不但他们 还有天眼宗的一些真胡敬修事 显然都是天眼宗的高层 于宗主 白老 陆叶上前行礼 白千微笑汗手 很和善 不管陆叶在床塔时 他心中有多么担忧付匪 可结果已经摆在眼前 站在他面前的少年修为虽然不高 可他已经没办法再将之当成寻常的灵犀进来看待了 再者说 陆叶之前还送了他八滴洗浑水 那是实打实的好处 有那些洗浑水 他与于笑两人都有机会进生神海境 让天眼宗的品级往上提一提 第322章 蛟龙陆海 辛苦了 白千笑望着陆叶 先回去休息吧 白老 我与赵兄之前 白千抬手打住 你们的计划老夫已经知晓 不急这一天 本宗眼下已彻底封锁 消息传不出去的 你回去休息一日 剩下的事让赵丽安排 等明日你们再一起行动 陆叶略一沉吟 那就听白老的 白千灵力一摧 果注陆叶冲天而起 很快消失不见 之所以急着把人带走 倒不是天眼宗这边有什么图谋不轨 陆叶连床摆镇塔33层 每一层都引发了白镇塔的共鸣 天眼宗多的旧石阵修 那么多双眼金钉着陆叶 都想上来跟他探讨下阵道 不赶紧把人带走的话 根本休想脱身 白千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家这些阵修的德行 果不其然 眼看白千将陆叶带走 不少准备上来攀谈的阵修都发出叹息声 更有一些胆大的 居然追着白千就去了 其中不乏云和静的 赵丽 你随我来 剩下的人散了 于笑一声命下 是 人群某处 赵丽阴了一生 很快 于笑也带着赵丽离去了 显然是去安排一些事宜 又过许久 山谷的喧嚣才慢慢平复 不过受陆叶床摆镇塔的刺激 许多阵修都纷纷冲进摆镇塔内魔力自身 至于能有多少收获 那就说不准了 白千居住 陆叶回来之后胡吃海塞了一顿 又去洗了个澡 书舒服服睡上一觉 带醒来之后已是第二天 连累来积累的疲惫已经一扫而空 深清气爽 战场印记中有信息存留 查探一番 是照例传过来的 天眼宗这边已经准备妥当 甚至就联盟宗也准备好了 只等陆叶便可大干一场 陆叶传讯回去 让照例清点人手以做准备 又传讯一一和巨甲 让他们过来跟自己会合 等待期间 陆叶查探自身灵俏 在百镇塔第一层中 晋升了灵溪九层进 道德今日 已开灵俏218俏 他在百镇塔中待了17天左右 却开了足足39俏 平均每一层他都能开一窍 一日开两窍 陆叶自修行之日起 就没体验过这么快的开窍速度 若是灵溪战场有百镇塔 那么优渥的修行环境 那恐怕用不了两三月 他就能晋升云河去 但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百镇塔内的优渥环境 是他通过考验得到的奖励 其他人闯百镇塔 可没他那么好的待遇 这让他不禁对百镇塔的第二部分很是期待 只可惜暂时进不去 在那之前 努力提升自己的阵道 等能进去了 修为又可以有一波飞速提升 他这次在百镇塔中得到的好处太大 虽说每一层的好处 他都感悟吸收了 但那时候时间有限 他的感悟吸收只是 呼伦吞藻远不到完全理解的程度 单单只是呼伦吞藻就让他震到的水准提升了数倍 若是完全理解 还不知要提升到什么程度 这需要时间的沉淀和积累 距离转换天极功法的240窍只差22窍 正常修行的话 应该只要一个半月就能达成 但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不少 他恐怕没那么多时间来修行了 他又取出那一套漆黑的镇棋查探 这一套镇棋内包含的诸多禁制 比自己打造的那一套无疑要更多更全面一些 而且材质方面明显更好 陆越对天才地宝接触不多 认不出这镇棋到底是什么材质打造出来的 但既是百镇塔的奖励 自然不会差到哪去 放眼九州 这镇棋应该都是最顶尖的 镇棋虽然只是布镇破镇的辅助手段 但镇棋的品质越好 破镇的效率也会越高 布置的镇法无疑也会更稳固强大 有这样一套镇棋在手 对陆越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少请陆越起身 走出门外 巨甲站在外面等候 琥珀就蹲在巨甲的头顶上 至于一一躲在琥珀体内不见踪影 半月不见 巨甲没什么太大变化 琥珀明显有所成长 气息都凝实了不少 陆越带着他们去跟白迁辞行 小老头语重心长 陆小友 天眼宗灵溪静这点家底就交到你手上了 形势切莫太过激进 白老放心 天眼宗丢了什么 我就带他们去拿回什么 去吧 陆越躬身退去 带到屋外 巨甲寄出了自己的飞行灵器 陆越站了上去 随着巨甲的思维 灵器化作流光冲天而起 少请天机殿广场前 陆越远远就听到 赵丽慷慨激昂的声音从那边传来 显然是正在做战前动员 伴随着他的呼喝声 一声声震耳发聩的杀声不断响应 天机殿前 数百灵溪进修士汇聚而起的杀气 直冲云霄 两月之前 天眼宗驻地被万魔岭强势攻占 众多灵溪进修士逼不得已退回九州本宗 天眼宗从上到下都憋了一肚子火 更让天眼宗弟子们憋屈的是 自驻地被攻占了之后 天眼宗便彻底封锁 让他们想回灵溪战场报酬都做不到 这一等就是足足两个月 没人知道宗门高层在想什么 万魔岭那边早已退去 哪怕现在不给报酬 也应该赶紧重建驻地 否则以后灵溪进这个层次的弟子去哪里修行 总不能全部都挂靠在别人家的驻地 那成什么样子了 这段时间不断有弟子上书 请命前往灵溪战场 都被于笑和天眼宗的长老会压了下来 可以说两月时间的积蓄 天眼宗这边怒火已至极限 只差一点火苗便可爆开 直到昨日 众多修士在百镇塔处看到了完好无损的路叶 一些风声渐渐透露出来 又到今日 赵立赵吉林锡进层次的弟子汇聚于此 所有人都知道 报酬血恨的时候来了 两月时间的折服 不是天眼宗在畏惧 而是在等待等待一个关键的手段 他们心虚激昂 他们迫不及待想要大开杀戒 具夹在着陆叶飞落 几百双目光看过来 赵立迎来 抱拳道 一夜凶 都准备好了 陆叶上前 目光左右扫过 看到了一张张战役薄发的脸庞 看到了在不远处凌空观望的余孝和一些天眼宗长老门 威夷汉手 出发 赵立转身高喝 出发 无声无息 数百修士奔赴天机殿 借助天机柱 进入灵溪战场的自家驻地 此一去 如蛟龙入海 灵溪战场地赴天翻 最先进去的是一批体修 紧接着是兵修鬼修 之后才是法修一修 虽说万魔领早已退去 但有些事不可不防 万一万魔领的人在那边埋伏 体修先行的话还可以抵挡一二 只短短几十息 数百修士就已全部进入驻地之中 散去查探四周环境的鬼修纷纷回报 没有看到敌人的踪影 这是正常的 距离驻地被攻破已有两月之久 万魔领那边再怎么嚣张 也不可能一直霸占着别人家的驻地 这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少请天机殿广场前 一艘大船灵气升空 天眼宗修士登船 在赵丽的号令下 大船朝一个方向迅速飞去 大船甲板上 陆叶与赵丽并肩而立 后者结束传讯 开口到苍兰山那边也出发了 领队的是苍兰山镇守使宋尹宋兄 按一夜兄之前的规划 咱们先打京风门 他们来了多少人 留了一百人镇守驻地 其他人全来了 陆叶眉头一扬 这位宋道友道士很有魄力 照例道 宋兄此人 素来稳重 能有如此决断 想来是得到了上念的一些授意 或许也跟本宗驻地被攻占有关系 本宗与之相邻 纯王齿寒八 本宗驻地上次被攻占 苍兰山那边可是紧张了许久 两月之前 陆叶才刚抵达天眼宗驻地 就被万魔领的案子下毒 紧接着天眼宗驻地就被万魔领的几家宗门联手攻占了 他在天眼宗驻地内被人下毒 天眼宗脱不了干系 然天眼宗驻地被攻占 又是因为他到来的缘故 这件事上 算是他连累了天眼宗 可他也因此吃了大亏 最后若不是有洗浑水 哪怕有水渊亲自出手 巨甲和照例都可能已经死了 在这件事上纠结谁连累了谁已经没有意义 幕后动手的是万魔领 正如他之前跟白千所说 天眼宗丢了什么 那他就帮天眼宗拿回什么 想要重建筑地 那就要大量宗门功勋 从哪来 自然是攻占敌方驻地 掠夺敌人的加持 他来天眼宗深造阵道的目的就是为了破除防护大阵 如今的他已经有了这个能力 从十分图上来看 天眼宗的位置不是很好 被三家万魔领势力成品自行包围着 这三家分别为清风门 赤血骨和雷光教 之前攻占天眼宗驻地便是以这三家修士为主力 之所以先打清风门 是因为这加万魔领势力不但跟天眼宗比零 也跟苍蓝山比零 天眼宗现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驻地反正已经那样了 再坏也坏不到哪去 可苍蓝山不行 苍蓝山还有驻地 只有先解决清风门 后续行动中苍蓝山才能没有后顾之忧 第323章你没死 当然 先针对清风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那就是这加万魔领势力是六品 赤血骨和雷光教是五品的 作为陆夜假死后重新出山的第一站 先捏软柿子更好一些 虽然这个柿子也不一定就那么软 大船一路前行 途径天眼宗矿卖时 大船下飞下上百道流光 深入矿洞之中 不片刻返回 不少修士身上带着血迹 那是斩杀了在自家矿卖上开采资源的万魔领修士留下的 天眼宗驻地被攻占后便封锁了宗门 两月没有动静 附近的万魔领势力自然不愿错过抢掠资源的机会 便派出了一些修士来此 结果现在倒了大美 随着天眼宗修士不断逼近清风门驻地 消息逐渐扩散开来 这种大规模行动是不可能隐瞒的 修士们总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获得敌人的一些情报 作为敌对方 各自在对方驻地范围内安插轨修监视动静 是司空见惯的操作 清风门驻地顿时风声鹤唳 镇守使和副使紧急召回在外的修士们 同时传讯赤雪谷和雷光教球员 如果只是天眼宗一家来攻 清风门不怕 可现在不但天眼宗来了 就连苍蓝山也来了不少人 这就让清风门有些压力 两宗出动的人手合在一起不足千人 可也有八九百足以让清风门正式 老实说 清风门这边有些想不明白天眼宗到底想干什么 因为短时间攻不下驻地的话 清风门就可以与援军前后夹击 到时候天眼宗和苍蓝山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就在清风门这边疑神疑鬼的时候 一艘大船灵器已出现在驻地十里之外 没在前行 而是静静悬浮在半空中 从大船上的标志来看 来者是苍蓝山 毕竟是邻居 苍蓝山来得更快一些 等了大概不到半个时辰 又一艘大船欲空而至 天眼宗的人来了 两艘大船并驾齐驱 朝清风门驻地压迫而来 一道身影自苍蓝山大船上飞出 落向天眼宗的大船 大船甲板上 木叶望着来人 是个气宇轩昂的男子 神色沉稳 正是苍蓝山的镇首使宋颖 赵丽给双方引荐 陆叶与宋颖互相建立 宋颖直奔主题 一夜兄 赵兄与我说过一些你的事 但我还是想问问 一夜兄有几成把握可以破阵 需要多久时间可以破阵 正如赵丽之前所说 宋颖是个很沉稳的人 哪怕赵丽一再跟他保证 可真见了陆叶还是想问个明白 因为这是干系到门下修士的生死 哪怕他是镇首使 也不敢太过冒险 这次能答应与赵丽联合出手 一是因为他与赵丽私交不错 信得过赵丽的为人 二是赵丽跟他保证 陆叶能破清风门的防护大阵 赵丽苦笑 宋兄 一夜兄是能在摆阵塔中连续引发33次共鸣的人 之前也带人攻占过几家万魔岭势力驻地 如今他镇道修为大增 破阵不是问题 纵阴只看着陆叶 平静道 镇道的是我不懂 我只知道 清风门已经对外求援了 赤雪谷和雷光教哥出动了三四百人手在来源的路上 我们在这边若是拖延的时间太久 一旦等万魔岭的援军抵达 那我们的处境就不妙了 咱们想要得手 只有尽快破阵 攻占清风门驻地 打乱万魔岭的部署 他虽没再多问 但显然是想陆叶能给他一个正面答复 一柱箱内不破阵 苍蓝山的人可以撤走 赵丽表情惊恶 宋隐皱了下眉头 哪怕他说自己不通阵道 不清楚摆阵塔连续共鸣33次意味着什么 但一个灵溪九层竟想在一柱箱内破除一个驻地的防护大阵 未免有些猖狂了 一时间 宋隐忍不住想要立刻带自家修士撤走算了 来这里之前 他听闻过碧雪棕路一夜的一些传闻 包括金光鼎之战的一些事 本来对陆叶他还是挺佩服的 可现在看来 传言似乎有些不太靠谱 眼前这少年有些太自大了 乐意沉吟 宋隐道 那我拭目以待 一炷香 时间不长 等等也无妨 他纵身飞回自家的大船灵器上 赵丽有些忧心起来 一夜凶 一炷香 真能破阵 陆叶是怎么带着神隐公和陵云殿公破风花院和赵日山驻地的 他心里清楚 那算是一种取巧的方式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破阵 而那种方式很容易被针对 哪怕陆叶闯过百阵塔后 阵道造意有所提升 想在一炷香内破阵也太夸张了 正因为他也是阵修 才能明白此事的艰难 能 陆叶回答的斩钉截铁 吃礼地 不过片刻便已抵达 两艘大船飘落下来 两宗修士从大船中走出 隔着一层大阵光幕 天眼宗修士与清风门的人相对而视 目光喷火 两月之前 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这么相互对视的 只不过现在位置调转了过来 最被濒临城下 可清风门的修士们并不嫌紧张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 单靠天眼宗和清风门这些人手 想要在短时间内攻破大阵是不现实的 而自家的援军已经在路上 用不了多久就能抵达 到时候攻防的立场就会互换 直到陆业迈不上前 人群中 清风门的镇守使认真打亮了陆业片刻 还揉了揉眼睛 这才一脸愕然 你没死 他显然是认出了陆业 他没见过陆业本人 但看过陆业的影像 因为风花院和赵日山驻地被迫的是 万魔岭那边将陆业列为了重点监察目标 关于陆业的信息和影像 基本上很多人都有关注 两月之前 帝血宗掌印使大闹天眼宗驻地 以一敌武打得不可开交 天眼宗大长老甚至都因此而受伤 这还没完 那位掌印使更是第二次 以真胡进修为杀进灵溪战场 斩了几十个万魔岭修士 最后在灭魂神雷的惩处下退去 帝血宗掌教亲去雷州 虽说没什么作为 可也让雷州那边的神海静大修们紧张了好一阵子 就连那个灵溪榜第三的李霸仙 都因此在核心圈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 这一切 都指引陆业在天眼宗驻地被万魔岭暗子毒杀 这个消息也是经由浩天盟和万魔岭双方验证过的 万魔岭这边还为此欢心鼓舞了好一阵 心头大患除去 日后再也不用担心驻地大阵被迫的事了 可是现在 那本因死去的家伙居然活得好好的 就这么出现在他眼前 这事就很离谱 金峰门这位镇守使一时有些难以接受现实 但很快他就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心情无比复杂 暗骂碧血宗那几个家伙不干人事 演戏倒是逼真的狠 若不是碧血宗那几人那么出格的反应 万魔岭这边还没办法断定陆业死了 这是个什么鬼宗门 上至长教长一时 下至门中弟子 联手做了一场大戏 骗了全九州 他们一个个怎能如此阴险狡诈 就在他心中震惊赋斐之时 两宗修士这边已经开始排兵布阵 在陆业的指引下 兵修门上前排列在防护大镇某一段区域 之后是兵修鬼修 随后是法修 仅有的十几个依修则员远站着 随时准备上前救人 眼见此景 清风门这位镇守使便心头一跳 因为敌人摆出来的阵仗明显是强攻大阵的 有风花院和赵日山前车之见 他怎能不紧张 但他又连忙安慰自己 风花院和赵日山大阵被迫 是纳路一夜动用了一些取巧的手段 并非真正意义上破除大阵 所以只要盯住纳路一夜 不让他在暗地里有什么小动作 问题不大 就在他这么想着的时候 陆业迈不上前 抬头看了一眼面前的防护大阵 谋中灵光流淌 洞察灵文加持 在摆阵塔中完成那些考验的时候 陆业都只是以洞察灵文来验证自己的一些推断 从而提升自己的造诣 如今来破别人的大阵 自然没必要藏桌 洞察灵文早已在第一时间催动 片刻后 陆业抬手一道灵力打出 击中大阵光目的某处 驾一瞬 一位天眼宗弟子飞身而出 站在那个位置 手中持着一杆漆黑的阵棋 正是陆业自摆阵塔中得到的奖励 在摆阵塔第三十三层中 他破了一座防护大阵 但花费的时间却有两个多时辰 那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外力可以借助 眼下就不同了 天眼宗这边多的就是阵修 让他们配合一下 破阵的效率也会更高 而且陆业如今并不需要将整个大阵破除 所以在来的路上 陆业便已让赵丽找出来三十一个阵修 将自己的阵棋分发了下去 随着陆业不断失为 一个又一个阵修手持阵棋 来到不同的位置处 片刻后 三十一人全部就位 金锋门的阵守使心道不妙 已收起了之前的小觑 取出大阵欲绝 全力催动 将大阵的威能激发到了最大程度 他不通阵道 可只看眼下局面也知道 那碧雪棕路一夜这次明显是有悲而来 封花院和赵日山前车之见 他可不想重蹈覆辙 第三百二十四章大破清风门 一切准备就绪 陆业来到最后一处位置 手中阵棋轻轻一晃 灵力涌动 另外三十一赶阵棋立刻生出共鸣 所有持着阵棋的阵修纷纷失为 足足三十二赶阵棋贴合在大阵光幕之上 随着以陆业为首的阵修们的失为 那一赶赶漆黑的阵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入光幕内 陆业眉头一挑 这得自摆阵塔奖励的阵棋 比预想中更好用一些 关注到这一幕的赵立和宋颖都精神一阵 赵立本身是阵修 所以看出一些名堂 宋颖虽不通阵道 可见得此景也能知道事情进展得很顺利 金丰门的阵首使慌了 他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手段 大阵玉爵在他手上 他能清楚地感知到大阵之中融入了一些异物 但正当他想催动玉爵驱除这些异物的时候 却根本锁定不到目标 那种感觉就像是那些异物已经跟大阵融为一体 别说他没见过 自古至今灵溪战场就没有出现过这种手段 灵溪进修士的修为不高 哪怕是那些老牌灵溪进 在修为无望精进之后专心修行阵道几十载 但受限自身修为 成就也是有限的 或许他们能破除一些小规模的阵法 但绝难撼动驻地防护大阵这种庞然大物 三十二杆正旗融入大阵光幕之中 手持主阵旗的陆液立刻感受到了大阵灵力的流淌 那种感觉就像是将手伸进一条流动的溪流内 那么接下来要做的就简单了 以三十二杆正旗之力 于大阵两处结点处 抑制住阵旗所在区域灵力的流动 如此一来 这一片区域的大阵就可以破除 没错 陆液从始至终都没有准备破除一整个大阵 哪怕他有过独自破阵的经验 哪怕他现在有三十一个阵修相助 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而且 在百阵塔中破除的那座大阵是无人主持的 跟眼前情况并不一样 他只需要在这大阵上打开一道缺口 一道足以让两宗修士工进去的缺口 在攻占赵日山驻地的时候 他用过类似的办法 但那时候他阵道造义有所欠缺 使用的方法是在一处节点位置撕裂大阵 然后带着巨甲等十个体修杀进赵日山驻地 抢夺大阵欲绝 那种办法只适用于驻地没有太多人手镇守的情况 当日赵日山那边但凡能多出几十个人留守驻地 陆液也不敢那么贸然行事 如果将大阵光木上流动的灵力比作吸水的话 那他现在要做的就是借助振齐之力 在这一条溪流的一段区域 铸成两道堤坝 让溪流的活水变成死水 然后直接凿断这一节被隔开的区域 振齐嗡鸣 陆液凌厉涌动 那三十一位振修感受着振齐上反馈的信息 配合陆液一同思维 金锋门的镇守使瞬间变了脸色 因为他清楚地察觉到了大阵的一些异常 他连忙催动欲绝 做出种种变化 然而根本无用 不管他这边如何做 陆液都能在第一时间调整针对 阵齐覆盖的区域处 大阵凌厉的流淌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慢 继而凝制 前后花费的时间 直五十息 赵兄 陆液一声爆喝 就等这句话的赵力当即怒吼一声 杀价一瞬 一道道流光束法的威能 朝前方覆盖过去 直一轮猛攻 面前的大阵光幕就如一面镜子被打碎 哗啦一声破碎开来 金锋门的镇守使呆住了 左右金锋门弟子呆住了 纵影也呆住了 陆液之前跟他说一柱箱内可破阵 他是无论如何都不愿相信的 只觉陆液在胡吹大气 要不是看在赵力的面子上 当时他就想带着自家修士退走了 但事实根本没用掉一炷箱 自陆液出手到大阵光幕被打碎 前后只花了不到半盏茶时间 沉稳如他 也忍不住吞了吞口水 防护大阵 是这么容易就能被打破的吗 眼前所见 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震惊归震惊 宋银手下却没闲着 几乎在大阵被打破的刹那 一声喊沙声便已怒吼了出来 顺着大阵光幕的巨大缺口 两宗修士如一股洪流 冲进了清风门驻地中 庄方修士服役接触 清风门这边就兵败如山倒 瞬间就有二三十人倒在雪坡之中 愚者纷纷后退 神色仓皇 并非清风门这边不耐操 实在是谁也没想到 自家的防护大阵这么脆弱不堪 在破阵之前 天眼宗与苍蓝山修士 就已经摆出了强攻的阵势 每个派系的修士都有自己的位置 八九百人凝聚成了一个整体 由身强体壮的体修们 手持防护灵气挡在前方 承受敌人的攻击 层层朝内推进 但清风门可没做这样的准备 他们散乱地聚集在一起 根本没有做好被攻击的准备 再者说 人数上也有极大差距 这才导致清风门看起来 若不禁风的样子 喊沙之声此起彼伏 两宗修士在冲进清风门驻地之后 身行不停 目标极为明确的朝一个方向奔去 那是清风门天机殿所在的位置 光攻占别人的驻地 虽然能得到大量好处 可如果不杀敌的话 敌人早晚能东山再起 所以这一次天眼宗和苍蓝山联手不但要攻占清风门驻地 还要杀清风门的修士 能杀多少是多少 两宗修士冲阵之势无可能挡 沿途不断有清风门的人被斩 具甲冲在最前方 体表处灵力和血气混杂 形成了一层肉眼可见的坚实防护 清风门修士仓促出手的攻击打在他身上 跟挠痒痒一样 这让那些与他一同冲阵的体修们频频侧目 羡慕不已 在大阵破除的同一时间 陆叶便随手一招 收回了自己的三十二感阵旗 随着两宗修士杀进清风门驻地中 四剑灵气化作流光 六十帐内穿梭飞舞 带出一蓬蓬热血 所过之处 不断有点点红光从伏地的尸体上飘飞出来 落进他守备的战场印记中 如今他已是灵犀九层境 实力比起之前又有提升 尤其是玉气之威 比八层境的时候提升几倍不止 这不单单是因为修为境界增加带来的提升 更多的是神魂力量提升带来的增益 百阵塔中 他不断服用洗魂水洗去心神上的疲惫 可洗魂水的效果 尤其是只有洗去心神疲惫这么简单 大半瓶洗魂水用个金光 此刻他神魂的坚韧程度 哪怕是一般的云和镜都比不上 最明显的征兆便是陆叶如今催动四道玉气毫无压力 便是给这四剑灵气加持双灵纹也游润有余 一般的九层进玉气的极限距离基本在四十丈左右 再远就无法控制了 可陆叶眼下玉气六十丈 足足二十丈的差距是个什么概念 那意味着同层次的修士根本修想进他的身 就要被玉气斩杀 专行在混乱的战场中 陆叶身形不停 目光盯住了那个清风门的镇守使 风行灵纹加持之下 身形急速朝前突进 前方有顿逃的清风门修士转身玉阻 敦伏在陆叶肩膀上的琥珀一声虎啸 肉眼可见的气浪冲击过去 那些修士无不面露痛楚神色 眼前金星直冒 虽很快回神 但迎接他们的确实穿梭而来的玉气流光 还有紧随在陆叶身边的一一打出的一道道数法 惨叫声此起彼伏地响起 十几个清风门修士躺了一片 鲜血染红地面 身形不停 陆叶几步就冲到了清风门镇守使面前 这人也是个兵修 神色惊骇之下寄出自己的灵气 然而一抹血亮刀光在眼前闪过时 头颅已高高飞起 陆叶从他身边掠过 手中已多了一块大阵欲绝 他没急着去练话 而是继续追杀着那些清风门的修士 此时此刻 清风门天机殿已被两宗修士攻占 在赵丽和宋颖的联手调度下 留了一些人手堵住门口 不让任何清风门修士靠近 愚者依然保持着之前的阵型 不断地朝前推进 压迫清风门修士的顿逃空间 陆叶虽然破开了清风门大阵的某一块区域 但实际上大阵还在运转着 在陆叶收回自己的阵旗后 那被破开的区域正在大阵的自我修补下 缓缓恢复 看那速度 用不了多久 防护大阵就能彻底恢复过来 这就导致清风门的修士想要顿逃 只有从那个缺口处逃离 否则别无生路 可两宗修士又岂会让他们轻易逃到那个方向 灵溪战场两大阵营的对抗中 从未有哪一次 被攻占了驻地的修士们遭遇如此绝望的一幕 以往哪怕驻地大阵被迫 他们也可以通过天机殿返回九州 可现在天机殿被攻占 原本能替他们遮风挡雨的防护大阵 却成了他们的囚笼 绝境之下 幸存的清风门修士没有束手待毙 而是开始反击 然而人数的差距太大了 原本清风门这边修士的数量就不及两宗联手 眼下死了一批 从天机殿逃走一批 还剩下不到两百人而已 面对八九百人的阵容 如何能是敌手 第325章经文恶号 哪怕几方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两宗修士也表现得不及不躁 一直维持着之前的阵型 谁也不想在即将斋得胜利果时的时候遭遇意外 那是会死人的 清风门幸存修士们组织了几次冲阵 然而都被以具甲为首的体修们挡了回去 在冲阵和撤回的过程中 不断有修士被斩杀 一具具尸体倒下 这其中就属陆叶杀的最多 刺到玉器 攻击距离达到60丈 他还可以给自己的玉器加持灵纹 一个穿梭来回便是数人被杀 杀到最后 这四件灵器中储存的灵力都用光了 两月之久的怒火终于得到的发泄 每个人都面色潮红 仿佛过年似的 比较两月之前他们的遭遇 今日他们可是狠狠出了一口恶气 只觉心念通达畅快无比 一炷香时间打扫战场 都给我动起来 照例的呼喝声响起 在他与陆叶的规划中 清风门只是第一站 接下来还有两站 清风门这边太过大意 所以这一站打得顺利至极 但接下来的战斗万魔岭那边有了防备 未必就能有这么大的斩获了 两宗修士立刻行动起来 四散打扫战场 一炷香时间不长 不抓紧时间的话根本来不及 陆叶开始练化那大阵欲绝 之前攻占风花院和赵日山的时候 逼不得已毁了大阵欲绝 这才破除大阵 眼下情况不同 清风门的防护大阵还好好的 只要将大阵欲绝炼化 关闭大阵 再把布阵的阵机挖出来就可以了 一套防护大阵从天机宝库中买 可要花费不少功勋 照例和宋颖则前往天机殿 掠夺清风门天机柱上的加持 前者占七成 后者三成 天眼宗七成中的比例 有一部分是陆叶的 出发之前 陆叶既然跟白千说天眼宗丢了什么 那就带他们去拿回什么 那自然是要兑现诺言 而且按照之前的约定 清风门这套防护大阵是归他所有的 这东西陆叶拿了没什么用 不过可以卖给天眼宗或者天机宝库 卖给前者能得许多修行资源 卖给后者可得功勋 都是可以的 少请陆叶摧动大阵欲绝 关了大阵 又找来一些人手帮忙 将大阵的阵机全部挖了出来 收进处雾带中 这边忙的热火朝天时 清风门驻地被攻占的消息已迅速在万魔岭阵营中扩散 继而扩散到浩天蒙阵营之中 那传闻已被毒杀的壁血宗陆一夜根本没死 这一次清风门驻地被攻占 便是出自他的手笔 据那些及时逃回九州的清风门弟子所说 那陆一夜前后只花了几十夕时间 便将防护大阵破开一个巨大缺口 紧接着早有准备的天眼宗和苍蓝山弟子蜂拥而入 清风门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根本难以形成有效的抵御 一时兵败如山倒 此一战 清风门驻地被迫 灵溪近被杀四百余人 内圈修士激进被杀的断层 消息传出 九州震动 让人震惊的不单单只是那本应该死去的陆一夜死而复生 更让人震害的是他破阵的手段 如果说之前他带人攻占风花院和赵日山驻地时动用的手段 有取巧成分 很容易被针对 那么现在他的手段高明了何止十倍 那是十打十地破阵之法 根本没办法去针对 针对这家伙打上门 那防护大阵是无论如何都抵挡不住的 才安心两月的万摩领阁大宗门 又一次紧张起来 两月之前 种种消息反馈而来 他们欢欣鼓舞 庆贺陆一夜被毒杀 心头大患驱除 然而现在看来 那根本就是一个幌子 陆一夜还活得好好的 在天眼踪躲了两个月 他的阵道造亦有了难以想象的提升 许多经修阵道的阵修听闻此消息 却都直呼不可能 因为一个灵犀进修士 哪怕天赋再高 也没法再短短几时 吸破开一座防护大阵 这种事莫说见过 越是听都听没听说过 防护大阵若是这么容易就被破除 那以后哪个宗门还能安生 可事实就这么摆在眼前 容不得他们不相信 九州各地因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 灵犀战场内 是雪谷和雷光教的修士们慌了 他们此前正在驰援清风门的路上 眼瞅着用不了多久就能抵达清风门 与清风门那边来个里应外合 谁知忽然就经文噩耗 清风门驻地被攻占了 清风门的修士几乎被杀光了 带队的两宗修士几乎以为有谁在跟他们开玩笑 几番确认 这才得知这不是什么玩笑 满腔热血瞬间被透骨粮一所笼罩 也不用去驰援什么清风门了 半道上边调转方向 急忙朝本宗驻地撤回 清风门驻地被攻占了 那下一个就要轮到他们了 尤其是赤雪谷 距离清风门更近 显然是要被攻打的目标 一时间赤雪谷的镇守使和副使如丧考比 紧急对外球员 同时传讯雷光教那边 商议让雷光教先行支援过来 因为雷光教的人手是现成的 而且都在路上 只要雷光教愿意支援 那么能守住赤雪谷的几率很大 雷光教这边也知道纯王齿寒的道理 领队的副使倒是倾向于答应赤雪谷的球员 可这种是他一个副使不敢擅作决定 只能传讯回宗 请示宗门长辈 很快得到回训 雷光教的高层同意了赤雪谷的球员 领队的镇守 副使当即率领自家修士改变航向 朝赤雪谷驻地赶去 与此同时 已经打扫完战场的天眼宗和苍蓝山修士已经开拔 朝下一站进发 天眼宗的大船上 陆叶带着一群镇修在大船甲板上忙碌着 冰柜神速 这边攻占了清风门驻地 消息肯定扩散出去了 赤雪谷那边一旦有了防备 下一站就不会这么轻松了 所以必须尽管赶到赤雪谷驻地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如果所料不错的话 无论是赤雪谷还是雷光教 之前应该都有援军赶来 这个时候他们大概在撤退的路上 几方只要速度足够快 还是有可能在路上追上敌人的 这种能承载几百人的大船灵器 都是从天机宝库中购买出来的 花费不菲 速度不算慢 可也不是太快 比起个人的飞行速度 无疑要慢一些 哪怕天眼宗这边负责 遇使大船的修饰权力思维 将速度提升到一个极限 终究也是有限的 陆叶眼下在做的 就是给这大船提速 随着他与一群震修的忙碌 片刻后 一座笼罩整个大船的震法成形 这震法没什么特别的讲究 单纯的以一枚巨大的风行灵纹为核心 以石榴杆震齐为根基构成的震法 风行灵纹能给自己加持 能给琥珀加持 自然也可以加持到飞行灵器上 只不过大船太大 单凭陆叶自己实在利有不逮 不过借助阵法就不同了 石榴杆震齐发挥的作用 就是将陆叶构建出来的 风行灵纹稳固在大船上 同时还能汲取外来的灵力补充自身 让灵纹不会那么容易消散 大量灵石被安置在阵齐处 灵石中的灵力注入大阵内 随着陆叶的思维 新布置的大阵嗡鸣一声 开始运转 一道道复杂的纹路浮现 让整个甲板都亮起光辉 下一刻 原本与苍蓝山楼船 并驾齐驱的天眼棕楼船 仿佛拖了江的野马似的 嗖的一声飙飞出去 转瞬间化作一个小黑点 苍蓝山楼船上 宋尹正在清点自家修士的 伤亡情况 察觉有意 扭头一看 满面呆滞 连忙传讯照例询问情况 天眼棕楼船上 几百修士被大船的忽然加速搞得措手不及 一个个东倒西歪 好不容易稳住身形 陆叶积极调整阵法 他在百阵塔中通过那一层层的考验时 布置过很多阵法 但这种提速的阵法还是头一次布置 经验难免有些不足 如果不加以调整的话 用不了半个时辰 这阵法就会因为超负荷运转而崩溃 慢慢的 大船的速度降了许多 但阵法的运转却开始平稳起来 哪怕是降了速度的大船 也比之前全速航行要快上两倍之多 照例给宋尹回讯几句 解释了刚才的事 又让门下修士注意监察四方 一个时辰后 有修士来报 侧前方出现了一艘大船 看对方航向 明显是朝赤雪谷驻地进发的 照例精神大阵 知道之前的推测没错 在己方准备攻打清风门的时候 赤雪谷那边果然有援军持援清风门了 不过己方效率太高 敌人的支援还没到 清风门驻地就被攻占 这就导致这些援军只能撤回 己方紧赶慢赶 不就是为了追击他们吗 撞上去 甲板上 赵力发出号令 第326张倒霉的雷光轿 随着赵力一声令下 天眼宗的大船直直地朝前方撞去 敌方显然也发现了这边的动静 甲板上一群修士探头探脑观望 很快骚动不安 他们不知天眼宗这大船的速度 为什么会这么快 也从未经历过这种事 但眼瞅着一艘那么大的飞行灵器撞过来 心里还是很慌的 腰和和号令声从甲板上传出 却是坐镇这艘大船的修士在号令门下 弟子改变航向 避开撞击 但尝试了片刻发现根本没用 对方速度太快了 天眼宗楼船上 有修士来报 赵师兄 那边不是赤血骨 是雷光教 管他是谁的 先撞过去 是 本以为这是赤血骨持元清风门的援军 结果居然是雷光教 反正都是要揍的敌人 持一些早一些不影响大局 至此之时 雷光教那位镇守富士满嘴的苦涩赛过吃了黄连 他们去支元清风门 还没到地方 清风门驻地被攻占了 这回十赤血骨紧急求援 他们又赶向去支援赤血骨 如今还在半路上就被天眼宗给追上了 他想破脑海也想不明白 天眼宗这大船灵气的速度怎么就这么快 在他紧张地关注下 两艘大船的距离越来越近 雷光教的楼船率先浮现出一层防护光幕 这防护光幕的防护力量自然不如驻地的防护大阵 但好歹也有一些防护之力 数法先削弱几方的防护 再撞击过来 明显占了便宜 他心中怒骂天眼宗卑鄙无耻 却也知道这是自己对敌经验不足 可这能怪他吗 雷光教以前从未遭遇过这种事啊 不说雷光教整个灵溪战场就没人遇到过这种事 一双双目光的关注下 天眼宗大船的船手狠狠撞击在雷光教大船的尾部 轰蒙一声巨响传出时 两宗所有修士都立足不稳 一个个东倒西歪 还有一些摔倒在甲板上 两艘楼船的防护光幕先后破碎 化作点点荧光飘散出去 甲板上 陆叶死死抓着船舷而叛变船来大船艰辛的身影 紧接着头顶上有巨大阴影笼罩 抬头望去 却是雷光教那艘大船的船底 彼此撞击的刹那 因为速度太快 天眼宗大船的船手鞋插进了雷光教船尾下方 将雷光教的大船直接顶了起来 又是一阵艰辛的摩擦和震动 雷光教大船翻滚着飞出 斜斜朝地面上坠落 一声声惨叫连绵不绝地从那边传出 紧接着 道道身影窜出 仓促间记起自己的飞行灵气 稳住身形 有些修士实力不够 对自身灵力掌控不足 哪怕寄出了自己的飞行灵气 一时也难以掌控 雷光教大船上有三百多人 但在大船被顶飞了之后 飞出来的修士只有一百多 这些修士无一例外 全都迅速朝赤血骨驻地方向顿逃 反观天眼宗这边 大船虽剧烈震动了片刻 但并没有要坠落的迹象 天眼宗的修士纵身飞起 转身追杀雷光教修士 陆叶冲在最前方 他是第一个行动起来的 而且他的速度最快 修士在转修天际功法之前 基本不会与人在空中争斗 因为对自身灵力掌控不足 一边玉气飞行一边争斗 很容易出现意外 可以说 玉气飞行的修士 一身实力都要大打折扣 这个情况只有在转修了天际功法之后 才会有所改善 所以在核心圈中 才能经常见到有修士玉空争斗的场景 陆叶不受神问影响 光玉气它就能预使四道还游刃有余 多一个玉气飞行又有什么关系 风行灵文加持之下 他的身影化作一道流光 自顿陶的雷光轿修士中直穿而过 身边四道玉气穿梭游掠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 收割着敌人的性命 吃起息后 他顿住身形 转身回望 拦在了顿陶的雷光轿修士的前方 空 巨响声从下方传来 直到这时 被撞翻的雷光轿大船 才摔落在地上 但随着那句响 是一团火光的迸发 隐约还有此起彼伏的惨叫声 从大船的残骸中传出 雷光轿三百多人 只逃出来一百 还有两百多人在哪 自然是在大船中 他们有的是没来得及跑 更多的是没本事跑 从近百丈的高空摔落 焉能有什么好下场 可以说 只是这一下 雷光轿便折损了两百修士 一起出手 杀了他 雷光轿那位镇守复使怒喝者 见识到陆夜的飞行速度和杀敌手段后 他知道不解决陆夜 便是他们这些幸存者也休想逃离升天 天眼宗其他人或许追不上他们 可这个壁血棕路一夜的速度太恐怖 这根本不是他们能摆脱的 回应他的是一点在视野中极速放大的火红色流光 如果是在地面上 陆夜哪怕实力再强 也不敢与一人之身阻挡近百人 那根找死没区别 可在空中就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没转修天极功法的 陆夜因为神魂强大和对自身灵力掌控足够强 实力不受影响 可天眼宗这群人有一个算一个 能发挥出平时七成的水准就不错了 再者 玉气飞行时 陆夜能够腾挪和躲避的余地也更大 简单来说 敌人想打中他基本不可能 可他杀敌确实已杀一个准 他在前方拦截拖延 杀敌不断 很快 天眼宗的修士们也在照例的带领下追了过来 前后包夹 这些逃出大船的雷光轿修士在无声路 玉气和术法的流光穿梭者 雷光轿修士们展现出了汉不畏死的品质 大战持续了片刻 凌厉的波动渐渐平息 此前攻占清风门驻地的时候 两宗修士多少还出现了一些伤亡 可这一次遭遇战 死的全是雷光轿修士 天眼宗这边无一人死亡 也就是在两艘大船撞击时的震动导致有人不慎受了点青伤 战后打扫战场 陆叶带着一些阵修忙着检查天眼宗大船的情况 船手位置有不小破损 整体性能稍有影响 不过并无大碍 雷再继续前行 一边修整 一边等待苍蓝山的人过来会合 雷光轿这次死了三百多人 损失惨重至极 更主要的是 缺了这么多人手 他们的驻地是别想保住了 除非他们能及时请来外援 但距离他们最近的赤血骨是下一个要被攻打的目标 赤血骨根本没法去支援雷光轿 指望不了赤血骨 指望更远一些的蒙宗更不靠谱 至此之时 雷光轿驻地中 雷光轿镇守使面如死灰 因为就在刚刚短短不到几十夕时间内 他的战场印记中湮灭了三百多个烙印 那每一个烙印都代表着一个雷光轿修士的性命 那三百多人 是雷光轿原定去支援青丰门 后转向去支援赤血骨的人手 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 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全军覆没 连一个幸存者都没有 那三百多弟子在临死之前 甚至连一个消息都没有传回去 这位镇守使压抑着悲痛的心情 稳住心神 传讯赤血骨那边询问情况 赤血骨镇守使一联盟 他们这边还在等雷光轿的支援 共遇天眼宗和苍蓝山 结果雷光轿的人居然全军覆没了 金峰门没了 雷光轿的援军也死光了 这岂不是意味着他们要孤军奋战 一时间 赤血骨这位镇守使压力如山 金峰门前车之箭 尽管知道单凭赤血骨的力量守不住驻地 赤血骨也不准备退缩 金峰门那般不堪一击 是因为毫无防备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赤血骨这边只要准备的足够充分 那么哪怕人数上处于劣势 一仗地里未必不能与莱迪一战 就在这危急的局势下 赤血骨紧罗密骨的筹备起来 一道道续息在驻地和本宗之间穿梭交流 苍蓝山的人山山来迟 与天眼宗会合 两宗修士再次启程 朝赤血骨驻地方向进发 之前在清风门驻地一场大战 两宗这边有修士伤亡 只不过伤亡不大 死了不到40人而已 所以对整体的实力没有什么影响 当两宗修士气势汹汹感至赤血骨驻地外时 赤血骨这边已经严阵以待 他们的排兵步阵跟两宗之前攻打清风门一样 身强体壮的体修在最前方 之后是兵修鬼修 法修在最后的位置 两宗修士一次下船 有之前两战的大截 又有人数上的优势 无论天眼宗还是苍蓝山的修士都气势如虹 隔着一层大镇光幕对着赤血骨的人虎视眈眈 还有人伸手在脖子上不断比划着 明目张胆地威胁着 反观赤血骨这边 哪怕已经不属妥当 也有了与敌死战的决心 依然神色紧张 还未开战 双方修士就已经互相叫骂起来 一声声呼喝中 含娘娘极高 第327章赤血骨的魄力 陆叶催动洞察灵文 查看赤血骨大镇的节点 一如之前 与天眼宗的镇修门开始配合魄镇 在此期间 两宗修士在赵立和宋颖的安排下排兵布镇 赤血骨那位掌控大镇域决的镇首使虽然从一些渠道听说过陆叶破镇的手段 可毕竟没有亲眼见到 直到此刻 他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绝望 无论他如何催动欲绝对大镇做出种种变化 也难以遏制陆叶破镇的进度 正如听到的那样 只几时息而已 大镇某一片区域的灵力便停止了流淌 随着两宗修士的一轮猛攻 那一片区域的大镇彻底破碎开来 双方的叫骂声停歇 转而是玉器和竖法的护工 煞时间五颜六色的光芒在半空中穿梭来回 场面壮观至极 伴随着一声声惨叫的传出 坐镇后方指挥的赤血骨镇首使发现情况不对 己方体修们死亡的速度太快了 体修士己方修士最大的屏障 体修们若是死太多 那防线必定被破 他稍作观察 很快看清真相 赤那壁血棕木一夜 死掉的体修几乎有一半是他杀的 刺到玉器的流光在他在玉石下穿梭飞舞 被他盯上的体修根本抵挡不住那玉器的威能 一杀一个准 赤血骨辛苦培养出来的体修们 在他犀利的攻击面前 就跟指呼的一样脆弱 彼此交锋才实施 挡在最前方的体修数量已经锐减一半之多 没有体修们挡在前方 赤血骨这边的伤亡暴增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几方的伤亡也在迅速扩大 反观敌方的体修 虽然也有伤亡 可紧密的防御阵线却是始终牢固 尤其是居中的一个体修 那气血旺盛的简直有些不像话 他亲眼看到对方手上的一面防御灵器被打爆 十多道攻击落在他身上 然而这体修却跟没事人一样 这家伙的肉身比一般的防御灵器还要强大 赤血骨的镇手使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也知道自己小去了这一次的对手 但眼下想逃已经不可能了 这个时候逃只会给敌人赶尽杀绝的机会 他连忙催动战场印记 传讯一道出去 下一刻天机殿中凭空出现五道身影 五人没有停留 身形略出就窜出了天机殿 化作五道流光 直朝战场方向扑去 这五人中有男有女 有青年 也有老者 他们明显不是灵溪静修士 其中有云和静的 也有真弧静的 水渊为给陆叶出头 两次强行杀进灵溪战场 赤血骨这边自然不会缺少这样的魄力 只不过这样做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 而且也会承担很大风险 所以寻常时候 九州的修士没人这么做 但眼下宗门驻地危在旦夕 赤血骨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五人此刻展露出来的修为都只有天机八层镜 那是因为他们五人当初都是以天机八层镜的修为晋升云和的 此刻强行杀进来 能动用的修为也是当年身处灵溪战场时的最巅峰 这一点他们比不了水渊 水渊是以天机九层镜的修为晋升云和的 所以他杀进灵溪战场所展现的修为就是天机九层镜 不是赤血骨不想派出更强者 实在是因为赤血骨就没有更强的了 在灵溪战这个层次中若能开足三百六十镜 以天机九层镜的修为晋升云和 那日后晋升神海镜是铁板钉钉的事 可想开三百六十镜又岂是那么容易的 哪怕是那些异品宗门的弟子 也不敢说自己就一定能开足三百六十镜 灵溪战这个层次的修士 能以天机九层镜修为晋升云和的百步存一 赤血骨只是五品宗门而已 这五人已饰演下赤血骨能拿出来的人手中 在灵溪尽层次开窍最多的人了 五道强大的气息压迫而来 陆夜当即有所察觉 抬眼望去 看到那五道流光 当即怒吓一声 小心 取是他的喝声引起了来人的注意 五人中的老者立刻抬眼看来 眸中闪过森冷杀机 得这五人的强势相助 赤血骨立刻稳住了局势 反倒是两宗修士进攻的节奏被打乱了 原本的大好局面变得僵持 就连伤亡都平添许多 毕竟是五个天机八层镜 联手之下所能发挥的力量足以改变战局 一直提着新的赤血骨镇手使松了口气 赵立和宋颖却是大吉 片刻后 丝丝紫色雷霆开始萦绕在那五人身上 无论是谁去都面露痛楚神色 其中一个富人更是身躯微微站立着 出手的威势都弱了许多 他们五个知道在灵溪战场杀人会引发什么后果 进来之前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知道归知道 以前谁也没干过 只听闻碧血宗那个掌印使在灵溪战场大开杀戒 都觉得自己不会弱了那人 可直到他们出手杀灭敌一个灵溪进修士 才意识到事情没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灭魂神雷的乘处可是不那么容易抵挡的 水渊能够抵挡 那是因为他神魂特殊 哪怕连杀几十人 也能跟没事人一样 赤血骨这五人不行就了 他们龙共也就杀了二十几个 但已经到了自身的承受极限 再没办法杀更多只能抵挡两宗修士的攻击 你们挡住 我去杀了那路一夜 老者咬牙说了一声 身形一晃就朝陆叶凌空扑杀过来 因为神魂上的剧烈痛楚 让他的脸色都显得扭曲猙獰 陆叶才是他们这次进来的主要目标 只要能杀了陆叶 哪怕这次赤血骨的筑地丢了 万魔领个大宗门也会给他们补偿大量物资 足以让赤血骨重建筑地还有富裕 这老者手持长剑 明显是个冰修 凌空扑来时 一道道剑芒朝陆叶斩出 陆叶匆忙拔出盘山刀 斩碎几道剑芒 然而身形却在巨大的力量冲击下 腾空飞起 老者杀招顺志 手中长剑如灵蛇土星 一剑刺向陆叶的心口 这一剑快的陆叶几乎没反应过来 玉手灵纹仓促形成 勉强挡下这一击 然而下一瞬 朵朵剑花已在视野中绽放 神魂强大的好处在这一刻体现出来 陆叶虽然没看清敌人的剑招 但浑身几处要害却生出刺痛感 莫大的危机在心中翻涌 他本能地催动了几道玉手 守住了那几处位置 一面面玉手灵纹破碎时 陆叶身上飙雪 却没有性命之忧 身形直直朝下方坠落 老者谋陆亚瑟 他以天极八层镜的修为来杀一个普通的九层镜 居然雷能立刻得手 这让他一时难以接受 身形晃动 避开四方袭来的一道道攻击 手中长剑在抖 身和剑光 几乎是人剑合一 朝腾空的陆叶刺去 在灵溪战场 他虽只发挥出天极八层镜的实力 可毕竟有真弧镜的底蕴 但这一剑 哪怕是叫灵溪绑那些强者来了 也未必能够挡下 陆叶确实没能挡下 因为这一击的速度太快 快的超出了他的反应极限 哪怕他在面前及时催动出一面 足以守护大半身子的玉手灵纹 也被那一剑直接刺破 常见自心口下方刺入 透体而出 只差半指 这一剑就能要了他的性命 却是他在最紧要的关头提了一口气 避开了致命的位置 一夜凶 一直关注陆叶动静的照例大惊失色 宋隐则是默不作声地奔袭而来 欲要持缘 然而显然已经来不及了 老者并没有得守候的欣喜 敌人一刻不死 他一刻就不会松懈 周身凌厉狂催 顺着常见涌入陆叶体内 欲要破坏陆叶的五脏六腑 这一手跟陆叶在刺穿敌人之后催动豪刺灵文是一个道理 等闲时后 刺穿伤不足以致命 但却是适合动一些能给敌人造成后续打击的小手脚 剧烈的疼痛传来 陆叶伤口处血肉如动 手中盘扇刀几乎燃烧了起来 火红色的灵力攀附着 随着长刀的挥动 闪起一片光韵 他望着近在咫尺的老者 一刀披落下去 老者皱眉放弃了原先的打算 将长剑自陆叶体内拔出 带出一盆热血的同时 一剑横在面前 叮当声响起 火光四剑时 盘山刀上闪过一道光滑 重压灵文加持 而且是陆叶以灵文之道 欠合而成的双重重压灵文 老者胜券在握的表情变得恶然 因为这一瞬间 面前少年持刀砍下的一击尽重弱千军 那感觉不像是一柄刀砍下来 更像是一座小山压了下来 猝不及防之下 老者手中常见几乎脱手飞出 身为一个兵修 他自然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连忙催动灵力 稳住手中灵气 巨大的压力之下 他与陆耶一起朝地面上落去 各自手中灵气相抵对抗着 近在咫尺地对望 老者的表情腹又沉稳 冷眼望着陆叶 不可否认 眼前少年的表现极为出色 哪怕他以一个真不尽强者的眼光来看 也挑不出多少瑕疵 然而实力的差距终究摆在这里 他既然要杀陆叶 那么无论这少年做什么 终究只是徒劳挣扎 然后他看到了一轮太阳在视野中爆开 第328章杀真弧 陆耶一般不会催动日照灵纹 这个灵纹在得到的时候 他就感觉是个很奇怪的东西 说他没用吧 其实有点用 说他有用吧 还真没什么大用 这灵纹只适合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催动 比如此刻 因为重压灵纹的影响 老者手中常见与陆耶的盘山刀相抵 彼此近在咫尺地对望 一轮太阳在眼皮子底下爆开始什么感觉 陆耶不知道 因为他在催动这灵纹的瞬间 就已经闭上了眼睛 他怕自己瞎了 赤血骨的老者都没那么好运了 虽说他在察觉不对的时候 也赶紧闭上了眼睛 可终究是迟了一些 这个时候只觉眼前黄的蓝的紫的红的 各种绚蓝色彩不断变换 双目刺痛到流出眼泪来 那感觉就像是有人对着眼珠子 狠狠给他来了一下 灵纹师的战斗就是这么诡诀多变 谁也不知道一位灵纹师在下一刻会动用什么古怪的灵纹 最近一段时间陆耶因为展现出破阵的本事 导致所有人都下意识忽略了他曾获得灵纹师传承的事 不过话说回来 就算记得也没用 跟灵纹师战斗 只有剑招拆招 反应速度才是最重要的 陆耶已趁机出刀 刀刀不离要害未知 然而真弧镜不愧是真弧镜 哪怕闭着眼睛 感知也强大的不可思议 手中常见连辉 竟一刀不落地将陆耶的攻击全部挡了下来 陆耶上次催动日照灵纹对敌 还是出至内圈 在野外遭遇那个较远广的秦天宗九层镜修士 那个时候他是七层镜 在他催动日照之后 早有准备的依依就寄出了九界图 将他和远广收尽了九界图中一决生死 这一次的情景 与上次和其相似 依依一直都紧跟在陆耶身边 从不离开他三丈范围 反正他是法修 攻击距离很远 站在陆耶身边也能杀敌 在陆耶被这次血骨老者针对的时候 依依就想出手帮忙了 但他知道哪怕自己出手用处也不大 所以一直在寻找机会 直到日照灵文爆开 他明白了陆耶的打算 此时他便纵身飞起 迎着陆耶和这老者下落的位置 展开了九界图 狠狠往上方一兜 老者本能的感觉不太对劲 可此刻他目不能是 根本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乎是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被一一收进了九界图中 一一身形起跃 跳向远方 避开混乱的战场 琥珀紧紧相随守护 然后他将九界图展在面前 望着图中的两道身影 催动灵力灌入遮灵宝中 那只有方圆极里的乱石林地形中 黄沙飞舞着 陆耶的身形犹如偏牵起舞的蝴蝶 在风行灵文的加持下 从各个方向对着那次血骨老者 展开快捷的猛攻 一击步成便立刻后退 在命凉机 叮叮当当的声响不断传出 老者的视野还没有恢复 微低着身子 手中长剑斜指地面 偶尔点出一剑 每一剑都能将陆叶的攻击化解 单单一个天极八层镜 没有这么强大的能力 可真弧镜的底蕴 却让老者有了这样的本事 只不过让老者稍稍感到不安的是 自方才开始 四周的喧闹动静 不知为何就忽然消失不见了 好像整个世界就只剩下 他和陆叶两人 随着陆叶又一次飞突猛进 老者微微偏头 自身感知力催到极限 手中长剑又一次抬起 朝一个方向点去 然而这一次 他所在位置的空间却骤人一紧 好像这一片虚空都变得有些凝固 让他抬剑的动作慢了一分 老者神色大变 紧接着模糊的视野见到陆叶奔至他面前 一刀劈落下来 老者的身子飞出 一道巨大的伤口自肩膀斜拉到小腹位置 鲜血自伤口处涌出 还不等他落地 陆叶以抬手朝他打出四道流光 那四道流光旋转穿梭着 好似化作一面陀螺 狠狠朝老者撞去 生死危机关头 老者手中常见连点 叮叮当当的声音传出 四道流光被点飞 还不等他松口气 陆叶的身影已杀至 九戒图外 一一的脸色微显苍白 一身灵力疯狂朝这件灵宝中灌入 陆叶出至内圈的时候 一一只能维持住九戒图的运转 这还是在云夫人封进了 雌宝九成威能的前提下 除了能维持雌宝的运转 一一做不了其他事 但如今不同了 一一能稍稍催动一些雌宝的威能 方才那老者周身所在的空间忽然变得凝固 导致他应对出现破绽 就是一一的手笔 可以说 眼下老者看似在跟陆叶单打独斗 但实际上陆叶还有一一这个暗中的帮手 这个帮手能产生的作用才是最致命的 陆叶的手段 老者可以防备抵挡 可一一的思维那是完全看不到摸不着的 片刻后 九戒途中 老者大口喘息着 他身上的伤势不多 只有三道 但这三道伤口无不严重至极 最严重的一道是自幼废处刺入的贯穿伤 单单这个伤口不算严重 可是在陆叶一刀刺入的瞬间 豪刺灵纹所产生的破坏才是恐怖的 老者此刻的喘息 就如老旧的风箱被抽动 他蹒跚着起身 模糊的视野看着前方的少年的轮廓一步不朝自己行来 在自己面前一仗处站定 哪怕是到了这个时候 老者也没有坐以待毙的打算 他拼尽全身最后一丝力量 周身灵力狂涌 一剑朝前方刺出 与此同时 陆叶前冲而至 蹒跚刀上攀附火红色的灵力 两道身影交错而过 陆叶甩去刀身上的血迹 徐徐归刀入鞘 身后传来扑通的倒地声 九州的修士不管是万魔岭的还是浩天蒙的 大多都有一个通病 那就是人狠话不多 修为越高情况越明显 这是两大阵营长久以来不断对抗带来的结果 因为无论哪一方的人被另一方打败 如果没有逃亡的机会 基本是不可能活命的 求饶都没用 老者的身下被鲜血染红 眼睛瞪圆了 溢满了肺解和不甘 讲他真胡静的强大修为 强行杀进灵溪战场来 本是要为宗门 为万魔岭铲除陆叶这个心头大患的 结果居然死在陆叶手上 这就有点死不明目了 一点暗红到几乎漆黑的光芒 从老者的尸体中飘出 落进陆叶的手背上 这种颜色的光芒 陆叶还是头一次看到 以前杀敌 基本都是红色的光芒 颜色明暗度也差不了太多 光芒的变化 显然是因为老者真胡静的修为 哪怕他进入灵溪战场 只能施展出天巴的实力 也更改不了他本身是个真胡静的事实 这也不知算是越多少皆杀敌了 陆叶查探自身功勋 发现自己的功勋一下子 加了七八百点左右的样子 高阶修士强行杀入灵溪战场 并不能为所欲为 天机的平衡和压制 让他们只能发挥 出自身在灵溪境所达到的巅峰战力 而且每杀一人都会有灭浑神雷的惩处 杀得越多 惩处越严重 等些时候 高阶修士不会轻易进入灵溪战场的 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 这一次赤血谷显然是被逼无奈 驻地即将被攻占 外援无法感知 只能由宗内的高阶修士出手 然实力最强的老者 依然被陆叶和依依联手 借助九戒图给杀了 这要是传出去 赤血谷铁定会沦为笑柄 九戒图中 陆叶匆匆包扎了一下自身的伤口 又收好老者的那柄长剑 没见到储物袋 不知是老者没带在身上 还是不需要储物袋 大概率是后者 像长叫河水渊师姐就没有储物袋 他们有自己的储存东西的方式 抬手抓起那老者血肉模糊的尸体 眼前景色迅速变幻 喧闹的动静重新传入耳中 陆叶抬眼望去 只见那边的战斗如火如荼 原本赤血谷已经死伤不少 是无论如何都守不住驻地的 但随着几个赤血谷强者杀进来 他们勉强稳住了局势 在陆叶与那老者拼杀时 赤血谷的局势又变得恶劣起来 主要是那四个强者不敢再随意杀人了 他们现在能做的 只是被动抵挡两宗修士的进攻 两宗修士显然看出了这一点 攻击的愈发似无忌惮 让那四人恼火至极 他们在等 等那老者斩杀陆叶 如此一来 哪怕丢了驻地也无妨 然而他们注定等不到了 陆叶身后羽翼展开 冲天而起 飞至双方交锋之地 将手中尸体往下丢去 老者破烂的尸身砸落在地 剑出一大片血迹 圈闹的战场陡然安静了一瞬 紧接着难以置信的惊呼此起彼伏 三长老其中一个赤血骨强者望着砸落在面前的尸体 眼珠子剧烈颤抖起来 再抬头 只见那壁血棕路一夜悬停半空中 背后一双火红色的羽翼轻轻挥动 赤者的上身处包扎的棉部中透出血迹 高高俯瞰下来的眼神透着无尽的冰冷 三长老死了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这混乱无比的战场上发生的事情太多 他们都只专注于应对眼前的敌人 只知道三长老杀出去找那路一夜 结果没片刻三长老的尸体被人家丢回来了 第329章香波波 赤血骨是无品宗门 宗内并没有神海静大修 最强的就是真狐静 这位三长老的实力在整个赤血骨的真狐静中排名都极为靠前 可此时此刻 他破烂的尸身被人如丢垃圾一样从空中丢落下来 这对赤血骨低势器无疑有极大冲击 尤其此时他们本就处于烈士 路夜能杀三长老 自然也有能力杀剩下的四人 巨大的危机将那四人笼罩 再不敢有任何迟疑 一个富人交贺道走 一生命下 赤血骨众人且战且退 一路朝天机殿方向逃亡 天眼宗和苍蓝山的修饰紧追不舍 术法和玉器之威层层绽放 沿路浮尸不断 等赤血骨的人撤进天机殿 又死了几十人 退守天机殿的赤血骨修饰借助天机柱撤回九州本宗 随着人数的减少 抵挡的力量不断削弱 直到某一刻 两宗修饰如洪水猛兽一般涌入天机殿中 没来得及逃走的赤血骨修饰在无声路 甚至连之前发号施令的那个妇人 因为负责殿后也被强行留了下来 妇人拼尽全力连斩树人 身上紫色雷霆翻涌 让她痛楚惨叫 两宗修饰一拥而上 片刻后 大战平息 没有欢呼 没有雀跃 这已是两宗修饰联手攻占的第二家万魔领驻地 比起上一次 这一次的死亡无疑大了不少 一样的流程 打扫战场 收缴战利品 天机殿广场上 陆叶盘膝而坐 一位随行的衣修正在给她疗伤 伤势是赤血骨那老者留下的 陆叶虽匆匆包扎了一下 但并没有什么大用 此刻在那衣修的医治下 伤口处变得疏养 她的体魄虽比不上俱甲 但比起同层次的体修却丝毫不差 甚至还要更强 这自然得归功于那一片子龙拳中得到的灵甲 体魄强大的好处就是伤势恢复快 尤其是在有一修一制的情况下 赵立和宋颖连位而来 查探陆叶伤势 确定并无大碍 这才放下心来 两宗修士在这边盲目的时候 赤雪谷驻地被攻占的消息在一次迅速传扬开来 先前清风门驻地被攻占之后 整个灵溪战场乃至九州修士的目光都汇聚到了陆叶所领的两宗修士这边 时刻在关注他们的动向和战况 所以赤雪谷驻地被攻占后不到一盏茶 事情就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几乎是人尽皆知 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的是 此战赤雪谷不但丢了驻地 就连珍湖镜强者都陨落了两人 据说赤雪谷为了保住驻地 有五位超过灵溪镜层次的强者强行杀入了灵溪战场 欲效仿碧血宗那个掌印使行事 结果这五人死了两个 剩下三个狼狈逃回九州 此刻正在灭浑神雷的折磨下痛不欲生 没错哪怕那三人已经离开了灵溪战场 灭浑神雷的惩处也依然没消失 而是一直持续着 是他们在灵溪战场中杀人的多寡 这个持续时间也有长有短 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一两月之内 这三人恐怕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了 这也是九州那些强大的修士不愿轻易进入灵溪战场的原因 天机的惩处实在太强了 赤血骨死掉的两人中 甚至包括了一位真狐八层镜的三长老 消息传出 九州哗然一片 将比较赤血骨丢了驻地 两位真狐镜强者陨落在灵溪战场 才是让人感到震惊的 已经很多年没有超越灵溪镜层次的修士 死在灵溪战场了 更不要说那两个还是真狐镜 一道道消息朝赤血骨方向传去 甚至还有万魔岭的神海静大修亲灵赤血骨 要询问情况 最后得知那位三长老是要去斩杀碧血宗陆一叶的 结果不知省的 反被陆一叶给杀了 不但自己丢了性命 还让赤血骨也丢了好大的颜面 而那陆一叶如今才不过普通九层镜的修为 普通九层镜越阶斩杀一个天巴 哪怕他是在金光顶上大放一彩的陆一叶也不可能做到 更不要说这个天巴还有真狐镜的底蕴 这其中必然发生了一些让赤血骨一方没关注到的事情 那才是导致一位真狐镜强者被杀的原因 可是具体发生了什么 谁也不清楚当时一一催动九层镜将陆叶和那位三长老收进九层镜 便带着九层镜远离了战场 这就导致赤血骨一方没看到具体情况 金峰门铸地没了 赤血骨铸地没了 那接下来必然是轮到雷光轿了 一时间所有目光都汇聚到了雷光轿身上 可稍一打听 才知雷光轿的修士已经撤出了铸地 返回了九州本宗中 不撤不行 雷光轿这边在支援赤血骨的路上就被天眼宗杀了三百多人 整个驻地只剩下一百多人留守 哪还有余力抵挡 所以当陆叶带着梁宗修士敢复制雷光轿驻地的时候 此地已经人去楼空 就连护宗大镇的镇机都被雷光轿的人挖出带走了 人走了 天机柱跑不掉 天机柱上的种种加持也跑不掉 赵丽与宋银喜滋滋地前去瓜分天机柱上的种种加持 陆叶则继续疗伤 自陆叶重新出山 一行大几百修士辗转不过三四天时间 便连破万魔岭三家宗门驻地 此等恐怖战绩 更古未有 哪怕是陆叶上次带着神隐宫和凌云殿行动 也只是连破两家而已 自天眼宗出发前 陆叶对白千的承诺做到了 这三家万魔岭势力天机柱上的加持 天眼宗剧都占了七成之多 哪怕在掠夺的时候有不少损失 也足以弥补天眼宗驻地被攻破的损失 甚至还有多出的 灵溪战场中 原本在这一片区域内 无论天眼宗和苍蓝山的日子都不是很好过 尤其是天眼宗 被三家万魔岭势力以品自行包夹 宗内地子外出时很没有安全感 时常会遭到敌人的偷袭 可现在这三家万魔岭都被打残了 每一家修士都死伤惨重 想要彻底恢复元气 最起码也要个十年八年 若是天眼宗和苍蓝山在联手稍加打压 这个时间还会更长 瓜分完天机柱上的加持 赵丽和宋颖连累找到正在养伤的路业 征询了她的意见之后 决定先行撤回苍蓝山驻地 趋于两艘大船升空 朝苍蓝山驻地的方向行去 抵达苍蓝山驻地时 自是得到了苍蓝山留守修士的热情欢迎 归途之中宋颖就已吩咐下去 苍蓝山这边也准备好了庆功宴 赤业 苍蓝山驻地近千修士汇聚 庆功宴就摆在天机殿广场上 一桌桌糊吃海塞 推杯换盏 热闹至极 陆业若不是以受伤为由推脱一番 肯定要被那些热情的两宗修士灌醉 一日 陆业还在洗漱之中 赵丽和宋颖便已连累而至 让两人稍作 一一奉上茶水 陆业整理妥当之后前来想见 落座之后 赵丽便问出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一夜兄 接下来什么打算 纵尹也一脸期待地望着他 魂不复之前的老城池众 陆业压了口茶 反问道 赵兄有什么打算 赵丽黑黑一笑 我能有什么打算 一夜兄若是有什么打算的话 我天眼宗自是甘负记忆 反正重建筑地的是不吉 他话里有话 明显是石髓之位了 灵溪战场这么多年来 面对防护大阵这种东西就没有人有很好的破解手段 想攻占某一家宗门的筑地 完全得依靠人数上的绝对碾压 所以一直以来 无论是浩天盟还是万魔岭 虽都恨不得把邻居们的筑地全攻占了 可实在是没那个本事 眼下不同了 灵溪战场出了一个路夜 破人家防护大阵就跟吃饭喝水一样简单 种种破阵手段使下来 那防护大阵脆得跟纸糊的一样 赵丽看到了机会 也因此尝到了甜头 自然是巴不得这种事越多越好 破了三家万魔岭筑地算得了什么 最好破上三十家 三百家 宋尹虽然没说什么 但只从他跟着赵丽一起过来就能知道 他跟赵丽想的是一样的 有不少人联系你们吧 赵丽和宋尹对视一眼 没有隐瞒 宋尹到自昨夜开始 便不断有人联系宋某 得知一夜凶赞助此地 都要前来拜访 拜访是假 请陆业去相助才是真的 只要能请动陆业 那么不管哪个宗门都能攻占自家邻居的筑地 不单单照丽和宋尹被许多人联系 也有很多人在联系陆业本人 甚至有联系到花瓷那边去的 对万魔岭阵营来说 清风门 赤雪谷和雷光教三家筑地被迫是惨案 可对浩天蒙阵营而言 这却是振奋人心的大好事 过去的那一夜间 两大阵营中传递的消息 如寒冬中飘落的雪花 树枝不尽 眼下就已经有一些 浩天蒙势力的镇守使朝苍兰山筑地这边赶赴了 恐怕用不了半天时间就能抵达 一夜间 碧雪棕路一夜成了整个浩天蒙的香波波 人人都想来亲近亲近 为的一夜凶同意之前 宋某不敢随意回复别人 所以想过来问问一夜凶的意思 让他们都来得此答复 赵立和宋颖皆都大喜过望 第三百三十章念门之夜 都说出头的船子鲜烂 陆叶已经出了这个头 更展现出自身在阵道上的恐怖手段 那么他无论接下来如何选择 万魔领那边都势必不会放过他 就如之前 他才刚到天眼宗驻地 就被万魔领暗子下毒了 既然万魔领盯上了他 那他自然就没必要去退缩隐忍 更何况 他境内圈原本就是要报仇的 之前那样一家家的报仇进度太慢了 局势发展如此 那就索性放开手脚干一把大的 早在数日前 陆叶自天眼宗出发的时候 就隐隐预感到了这一刻 所以对此并没有意外 甚至说 这一幕也是他希望看到的 因为他需要很多很多功勋 不去攻占万魔领的驻地 哪来那么多功勋 得到陆叶的肯定答复 赵立第一个表态 表示天眼宗这边会全力支持 反正他们驻地被攻占两个多月了 属于那种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几百修士浩浩荡荡荡而来 浩浩荡荡而去 轻松自在的很 头一次发现 驻地被攻占居然还有这样的好处 片刻后 赵立和宋颖告辞离去 陆叶既然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那他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中午时分 第一位来客抵达苍蓝山驻地 待到夜间 陆陆续续来了四五位 还有更多的在路上 由宋颖引见 陆叶与这几人相见 逆时之中商讨许久 这几人才齐齐离去 短暂的平静 两日之后 两艘楼船自苍蓝山驻地升空 朝一个方向驶去 消息传出 万魔领一方恐怒交加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那路一夜在领着两宗修士攻占三家万魔领势力之后 显然不准备就此罢首 而是要继续这么放肆思维下去 面对这种近乎无解的手段 万魔领一方实在是无力应对 一时间 苍蓝山附近的万魔领势力慌了 因为他们肯定是要被先攻打的 可到底哪一家会被攻打 谁也不知道 这就让他们没办法做出准确而有效的应对 直到大半日后 才有消息传来 一家名为靖越门的万魔领势力成为了这次被攻打的目标 不单单是因为路夜所虑的两艘楼船朝那个方向去了 还有上青门的修士在朝这边汇聚 上青门与靖越门互为敌对阵营 彼此彼林 都距离苍蓝山不远 两宗之前多有摩擦对抗 仇怨不小 只可惜谁也奈何不了谁 待到好天蒙两艘楼船濒临城下时 靖越门的镇首时眼前一黑 差点晕倒过去 可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那两艘楼船就那么漂浮在石里之外 再没有其他动作 就连围惧在附近的上青门修士 也只是安静的等在那里 少请 另一个消息传至 与靖越门相距不远的另一家教玄民宗的万魔领势力驻地被迫 修士死伤惨重 就连玄民宗的镇首时也在那一战中惨死 直到这时 靖越门这边才反应过来 那两艘大船只是幌子 以陆叶为首的两宗修士根本没过来 而是转道去攻打玄民宗了 其中还有另外一家浩天蒙宗们插手相助 这一下可以说是打了玄民宗一个措手不及 靖越门这边虚惊一场 然而还不等他们松口气 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 在玄民宗驻地被攻占后的第二天 浩天蒙大队人马就杀到了靖越门大阵外 见此情景 靖越门镇首使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赫令门下弟子退回九州 根本不敢与敌交锋 尽管他下令果断 可数百人一起撤回九州终究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陆越破了大阵之后 浩天蒙几方修士联手杀进去 依然给靖越门造成了数十人的死伤 攻破靖越门驻地之后 陆越所虑的浩天蒙修士已多至四家 其中主力依然是天眼宗 天眼宗没有驻地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所有能出动的修士都跟在陆越身边 其次是苍蓝山 苍蓝山这边人手少一些 只有两百多 更多的都留下来镇守驻地了 至于上清门与另外一家号天蒙势力 只有一百人 他们也想出动更多的人手 因为出动的人手越多 在攻占驻地之后 能瓜分的好处就越多 照眼前这样的局势看 以后攻占万魔领驻地将成为司空见惯的事 赤鹿越没让他们出动太多人手 不单单是因为他们需要留人镇守驻地 更需要他们钳制那些驻地被迫的万魔领势力 就拿镇越门来说 这家万魔领势力驻地虽被攻破 可人员上没有太大伤亡 只死了几十个而已 若没人钳制他们 这些人肯定会想办法报复回来的 只一家万魔领势力 陆叶索绿的浩天蒙联军可以不放在眼中 可若是十家 二十家呢 他们跟天眼宗的情况一样 驻地被迫 没有后顾之忧 只有一腔仇恨在燃烧 他们每一家都能出动最起码五百人手 十家就是五千 二十家就是一万 一旦让这些人汇聚成一股力量 不但联军会有麻烦 就连整个浩天蒙都难以应对 所以留下足够多的人手是非常有必要的 只有这样 才能让万魔领一方没办法将临散的力量汇聚起来 才能让联军不必顾虑来自后方的危险 四家宗门的联军 人数差不多上千人 这样一股力量加上牧业的手段 足以攻破内圈任何一家驻地 更不要说 在攻打万魔领驻地的时候 被攻打的目标的邻居也不会闲着 肯定会出手相助的 这些邻居们可不会手软 最起码也能出动三四百人手 当夜 又一家万魔领势力被攻占 第三日 第四家万魔领势力被攻占 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浩天蒙联军所过之处 万魔领势力无不退避三射 一旦成为被攻打的目标 那些万魔领势力都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人手撤回九州 然后将能带走的东西全部带走 带不走的原地摧毁破坏 万魔领也是没办法了 这般必而不占将驻地拱手相让的做法虽然丢脸 可总好过让他们去送死 之后的每一日 都有一家或者两家万魔领势力遭殃 而每攻占一家万魔领势力的驻地 联军的力量都会壮大一分 因为不断的浩天蒙修士加入进来 有散修 更多的是来自附近的浩天蒙宗门 面对这些要加入进来的浩天蒙宗门 陆叶来者不拒 因为人越多越好城市 虽说需要分润一些好处出去 但他们也是需要付出的 陆叶需要他们做的 跟他最初交给上清门的任务一样 前置那些驻地被攻占的万魔领势力 而且从始至终 陆叶都秉持一个原则 每一家新加入联军的浩天蒙宗门 出动的人手最多不过百人 哪怕是这样 联军的人数也在不断扩张着 只十天时间 联军便一度扩张到三千众 升空的船队也达到了八艘之多 史无前例的混乱在灵溪战场中上演 联军所过之处 万魔领驻地纷纷被迫 基本都是没有丝毫抵挡 就将驻地拱手相让 也有投铁的万魔领势力想要抵抗 可陆叶只几时息就破了大阵 等那些万魔领修士察觉不对 想要逃跑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数千修士通过大阵的巨大缺口 涌入一宗驻地的场景极为壮观 可对万魔领的修士而言 这种体验绝不美好 有过这样的前车之间 万魔领在不敢以卵击时 不管哪一家势力 得知四家将成为被攻打的目标之后 立刻就会放弃驻地 哪怕联军还在几百里之外 联军的身后 丢失了驻地的万魔领势力满枪怒火 想要报仇血恨 可当他们从九州返回驻地的时候 本来的却是邻居们的不断骚扰袭击 让他们疲于应付 驻地没有防护大阵的弊端呈现出来 靠天蒙的修士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他们若是敢追击 必然有埋伏 哪怕他们意识是大 靠天蒙的人也可以退回自家驻地 凭防护大阵助手 让他们涂炭奈何 陆叶之前的部署有了成效 如果不是他让那些 靠天蒙宗门前置驻地 被攻占的万魔领势力 那么此刻联军身后肯定会有一大批敌人在追杀 随着一家家万魔领势力驻地被攻占 念门之夜的称号不进而走 这个称呼也不知道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大概率是万魔领那边的捧杀 因为陆叶只是去破除防护大阵 与念门之士扯不上半点关系 哪怕一个万魔领驻地的灵犀进修士被杀完了 距离念门也很远 但是当这个称号传出来的时候 却一直得到了浩天蒙阵营的认同 这就让陆叶很是无奈 讲当初他从青云山出发 途径悬门的时候 也曾得到过一个叫过珊瑚的混号来着 如经过珊瑚已失过眼云烟 变成了念门之夜 短短半月 事态的进展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程度 无数号天蒙宗门在翘首以盼 等着陆叶率领联军抵达自家驻地附近 好给一直以来与自家有仇怨的邻居一个好看